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去纠正一个错误 我们之前的Nelbar里面呢 有一个search 我们单词我们拼现错误 我们先在这里改一下 我们搜索 搜索之后呢 我们把SERE我们改成SERCH 然后我们全局替换一下 然后我们保存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也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单词拼错了 然后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上节课呢 我们实现了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 和我们一个搜索历史 然后我们要去把下面 如果搜索历史 我们是空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没有内容的话 会有一个没有搜索历史的显示 我们把这个部分 我们先去实现一遍 我们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我们的Home Search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写个标签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class No data 然后呢 这里是没有 就搜索历史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我们去判断一下 我们通过什么判断呢 我们通过当前 我们去循环的这个数据 数据呢 我们暂时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叫History List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Data中 我们去给它一个空数组 在这里呢 如果它的Length 大于0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显示我们循环力的内容 否则呢 我们就在这里 去显示一个没有搜索历史 我们V-else 把它拿到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最下面 最外边嘛 我们去实现一下 我们先给它一个高度 高度呢 大概我们给它个200px就行 给它一个Length 我们也是200px 宽度呢 我们这里指定一个100% 我们让它文字呢 水平居中 Hom Center 给它一个Color Color我们是-666 最后我们是给它指定一个Found Size 我们让它是14px 12px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 这里呢 就会显示没有搜索历史 接下来我们去实现我们搜索内容 搜索内容会去给我们显示到我们的Emen里面 搜索内容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回到我们的Neobar里面 我们是在Input里面 我们去实现的搜索 这里呢 Value我们给它一个V-Mode 等于一个什么呢 我们给它一个变量 我们叫Value Value我们需要去下面 Data里面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Value 我们是一个空 然后呢 我们在去输入的时候 这里我们会接收到一个Input的时间 可以去实时的返回我们输入的内容 我们叫InputChange Change呢 我们需要在我的Method里面 我们去给它注册一下 它会返回给我们输入的内容 输入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一个Value 我们去接收一下 等于一点 Detail 然后Log一下 看我们的Value 打印的正不正确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在这里去输入 我们输入一个Test 可以看到呢 我们会把实时输入的内容 给我们打印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拿到我们输入的值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去传给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需要在页面呢 去接收一下 我们这里 Add一个Input Input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函数 我们叫Change Change呢 我们同样 需要在Master里面 我们去注册一下 然后Log 我们一个Value 打印一下 我们拿到Value之后 现在是拿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Input 只是我们现在暂时去定义的 实际上我们的组件里面 还没去给我们发送时间 我们怎么发送呢 还记不记得 Z4.DollarEmit 我们传个Input出去 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的Value给带出去 我们把这里的输出 我们给它干掉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HomeSearch里面呢 我们这里 就可以去打印我们的Value了 我们前面给它加一个描述吧 接收的Value 然后看一下 我们输入Test 回车 接收的Value是Test 我们接收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接下来的事情了 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VueX 去保存我们的搜索记录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呢 我们在目录里上面 我们的根目录里 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目录呢 我们叫Star 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叫Index.gs VueX呢 就是VueX 它是一个状态管理 它的内容其实是很多的 我们这里就不去扩展的去讲 我们只讲我们现在能够用那的 我们怎么要去用VueX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 我们需要引入 ImportVal 我们把Val引进来 From一个Val 然后呢 我们Import一个VueX VueX呢 是我们UniApp内置的一个插件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安装 我们可以直接来用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它插入到我们的Vue里面 VueUser 然后把我们的VueX 我们放到这里 现在呢 我们Cost一个 Vue的实例 等于什么呢 等于New一个VueX 然后它接受一个对象 最后我们需要Export Default 把我们的Star我们去导出来 导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 回到Min.js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Import一个 Import Stars FROM 点 - STOR Index 我们把它去掉就行 这样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这里 去给它注册一下 点 点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我们一个VueX的一个注册 它到底要应该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个呢 它有一个State State里面 我们也是一个对象 我们这里应该还有一个DRStore 把它复制到这个里面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写法 Date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源 我们在数据源里呢 我们定义我们的HistoryList 它是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对象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Mutation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去改变我们数据源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去给它Set 我们这里使用大写 SetHistoryList 这里呢我们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State 我们的数据源 只可以直接获取到我们的数据源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我们需要传进来的参数 History 然后我们直接用State什么呢 State.History 等于我们传进来的History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更改 我们数据源里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第三个使用一个什么呢 我们使用Action 我们的Action呢 跟Mutation它的作用其实差不多 不过我们是直接去修改的Mutation里面的 我们的方法 而不是直接去修改我们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做任意的一步操作 所以实际上我们页面去调用的应该是Action里面的 我们定义的方法 那么我们定义什么呢 我们定义一个叫 GetHistory 去设置我们的历史记录 然后历史记录我们会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包含一个Commit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tate也去从这里去接收出来 Commit是做什么的呢 Commit可以去调用我们Mutation里面的方法 我们直接在这里 第一个参数 我们把我们Mutation里面的函数名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 第二个我们需要给它传入哪个参数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History History我们是从SetHistory后面 就是从我们客户端里面 我们去传入进来的 我们也叫History 把它传入到我们这里面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初始的VUEX的一个调用 那么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呢 我们在页面里面 我们去调用VUEX的SetHistory方法 它是定义在Actions里面的 然后我们的SetHistory呢 同时Commit了一个Mutation里面的SetHistoryList 最终是这个方法里面 实际去修改我们的值 就是我们State里面的数据源 然后完成我们一个数据的存储 我们定义好之后呢 我们回到页面 看一下我们去怎么使用 我们回到HomeSearch里面 我们需要先给它Import一个 Import一个什么呢 我们叫MapState FromVUEX 然后把它我们需要去定义到Computate 这是我们的一个计算属性 我们这里呢 可以去实时的去接收到我们状态的一个变化 我们用点点点的一个扩展符 然后去调用我们的VUEX里面的MapState 然后呢 它接收的是一个方法 方法里面我们去给它传一个数组 数组呢 我们就是HistoryList 它就是我们定义在我们VUEX中的State里面的这一个值嘛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页面中去使用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不需要了 我们把它干掉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这里给我们报了个错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呢 说我们的State是一个Undefined 我们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来我们的Mind.gs里面看 我们这里多了三个点 我们不需要这么写 我们只需要把Star注册到我们的VUEX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内容就已经是正常的了 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的值呢 就是说我们去改变HistoryList 我们加个S 这样的话表示更清晰一些 同理呢 我们这里全都去给它改一下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Home Search 我们这里用到的 我们全给它加一个S 这样保存 我们再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保存已经消失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这里去给它加一个按钮吧 在Home List 我们在这里去加个按钮 我们先去测试一下 Click 然后我们Test Button 等于什么呢 我们给它注册一下 就是当我们点进按钮的时候 我们去给我们的StateHistoryList 我给它去加一个值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成功 首先我需要在这里面呢 怎么去调用 这是.dollar.store 然后呢 使用一个Dispatch 我们看一下它的描述 就是分发Action Options里面可以有 root 末号处 它允许在命名空间模块里 分发根的Action 返回一个解析所有被触发的 Action处理器的Premise 那么我们就去用它 首先呢 我们去接收一个什么值呢 我们接收 StateHistory 就是我们定义在我们VUEX里 这里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把它去接收一下 我们需要去给它传一个值 我们传个什么值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Name Name我们就叫Test 保存一下 但是我们注意这里是一个数组嘛 我们每次去点击的话 我们希望给数组里面去追加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里的函数呢 就需要去修改一下了 我们怎么修改呢 我们接收到我们的History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Let 获取一下 我们叫List等于什么呢 等于State.HistoryList 我们先拿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给数组呢 去Push一个数据 我们把它插到我们最前面吧 我们用NameShift 给它去插入谁呢 去插入我们的History 我们把它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 最后再把我们这个值呢 我们去附给我们的SetHistoryList 然后通过它去把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 去给它替换成我们新处理好的数据 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HomeSearch里面 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拿到数组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Atom.Name 是不是就可以显示我们历史记录的名字呢 因为我们这里传入了一个内部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的按钮没有生效 我们看一下是为什么 是因为按钮里呢 没有名字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添加历史记录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显示我们的Button了 我们去点击 可以看到呢 这里给我们添加了一个Test 我们再点击呢 又会给我们添加 我们每四点 我们的历史记录呢 都会追加一条 了一两点 你要再当迅速 到了